居民來有請 委員好 局長 華氏的事剛說了一大堆 我請問你 那是幾年決定的 我想我們華氏 大概民國95年 就已經做了政策的決定 95年誰執政的 公委員報告是民進黨執政 當時的審議委員會 有沒有假公祭司 要不要送監察院 我想我們一切 如果有違法的部分我們都會處理 但是新聞局的所作所為絕對禁得起考驗 我們這些文官最在乎的 就是要依法行政 當時的公股7塊多收購 而民股卻要34塊 多來收購 是誰決定的 當時的審議委員會 有沒有圖利這些民股 也就是假收購真圖利 那不是你的事情 你不必去承擔喔 你今天來擔任新聞局長 只不過是程序過去的決議 你必須要照著執行 你現在是等於說 亞巴蜘蛙蜊有苦無處說 會到會到第四個子 有的沒到說 你過去的國異人做不到 結果你現在也是要承擔 因為政府的執行是一拜過來的 所有政策是一路走過來的 既然是當時的決議 現在當然是照做 而你不必要所有的 你都自己去承擔 今天你要編34塊錢 也是上面的過去的決定啊 95年就決定的事情 阿豬你現在在做局長 所以你必須要去擔這個擔擔 那不是這樣 跟委員報告 我想公館集團跟華盛民股買回 95年就決定了 但實際上 收購的一些價格 其實我們都是依照專業的程序來 這一點絕對進得起考驗 我們怎麼樣決定 審議委員會的依據為何 會議相關的資訊 我們可以透明 我不管你的局長會做到什麼時候 儘管明年你的新聞局不見了 你會編到哪裡 但是 你只要在新聞局的一天 你必須要時時刻刻 不要說是帶鋼虧 你就必須要捏把你的神經 因為 這個位置實際上是不好做 你怎麼做 人家都會批評 你要出來說話 人家就說你講太多 那不是你會害怕 結果你如果不出來說 人家說為什麼看不到你的存在 所以對你來講 我是認為說 這個角色拿捏 必須要非常的得意 那不然的話 你每次一上台 可能就會變成批評的一個焦點 謝謝 接著我想要請教一下 那個中央社是不是屬於 國家的通訊社 是國家捐助 他的預算的通訊社 好 那中央社所有的網站 是不是一切都要以國家為利益 我想 國內的媒體當然是 站在台灣為主的出發點 好 我在中央社的網站看到 公平台灣進步生活 我不知道這代表什麼 是什麼樣的廣告 另外還有看到一個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這裡面有三句話 青年勤政愛鄉土 跟過去某政黨的一個執政 好像似乎很相似 另外又看到10月29號 同樣出現 公平台灣進步生活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你看 我隨便一點好多張太多張了 這個全部都是 我不知道這中央社是怎麼樣 是人家買你們的廣告呢 還是您自己是基於私人情誼 來登出廣告或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到底為哪個政黨 或是什麼樣的政策在做廣告 好委員我先補充一兩句 然後等一下請社長來說明 好 政府對中央社的營運 跟他新聞的內容 完全不會去干預 所以這點我們尊重媒體自主 我們對他產業的發展 跟他執行的效率 那你覺得如果中央社出現這樣子的話 你也不說一聲嗎 你只給錢就好了嗎 我們要對他的績效 跟他實際上達到的效率 他這樣有沒有績效 如果在績效上這樣會不會打折扣 這我們就必須評估了 什麼叫評估 你現在白紙黑字都讓你看到啦 我們中央社其實有 將近有四成的自籌款 將近四成快五成 自籌款可以這樣子來做這樣的廣告 結果呢 我去了一通電話 尋問了一下馬上全部撤掉 如果你今天是人家給你買廣告 你怎麼可以 因為有人提出指引你就撤掉 如果今天沒有收廣告的收入 你憑什麼去刊登 他這樣的一個字眼在你們中央社的網站上面 到底有沒有收廣告費 來 社長請說 發表委員 我們這個是跟那個碩網合作的一個廣告 透過Google的關鍵字進來的廣告 那麼我們當時跟他們這個決定的時候曾經有要求說 有13種的廣告是不可以進來的 這種是屬於可以進來的 不可以不可以進來的 那為什麼會進來 這個是Google的那個收網的說實說 他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要求到所有的廣告是可以都不要進來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兩次跟他談過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上禮拜已經決定就是先暫停這些廣告了 因為他沒辦法判斷這個是屬於政黨廣告 那為什麼不會出現藍天在線希望無限的廣告呢 對 蛤 如果今天你出現的是藍色的寫藍天在線希望無限 如果是國民黨的廣告 那也可以過來嗎 我們也認為不宜 是啊 所以說這部分的話 那為什麼你們要等我已經去電話詢問了 你們才會去注意到呢 公委報告我想這個要檢討 我們會檢討 而且五分鐘內馬上下 那個那個下架 馬上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 你動作都可以這麼迅速 為什麼沒有人去注意到 這樣的廣告是屬於你們認為不宜刊登廣告的字眼呢 請你給我一個說明 你這樣子我還是不滿意 我跟委員說明 我們在今年六月三十號的時候 也有過類似的廣告出現 我們就要求他 政黨廣告是不可以再出現 所以這段時間都沒有再出現 但是那天上禮拜的確是出現 我們也覺得說 而且無孔不入 每個地方都有 隨便一點下 每個每一頁都有 因為他如果不能百分之百來排除 我們就確定要跟他 是裡面來信通話櫃嗎 還是陳朝日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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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你跟哪一個網站來合作 只有這樣的答案我是沒有辦法滿意的 回去徹底檢討 是 好謝謝請問 謝謝委員 呃 局長我要來請教你們去看 你一年大概看幾部電影了 一年 今年大概首映參加比較多 電影比較少 大概五六部有 五六部 好 那你有沒有看不能沒有你 有 覺得怎麼樣 呃 很有感覺 只有感覺而已喔 就是很被他打動 好 因為我其實他裡面所演的角色包含國會助理 好 我是一路都經歷過 裡面有很多角色你都當過 對 所以我特別有感覺 包含為選民服務的國會助理 包含官員 包含 呃一些一些 對弱勢的一些一些關心 我覺得很 很讓我 就是看完之後回去要想很久 這部電影 好你的新聞局的同仁有沒有人看 你有沒有要他們看 這部電影是得到我們那個廣電處的那個 好啦新聞局的同仁有沒有看 來對不起新聞局的同仁 在場了有看過請舉手好不好 憑良心 齁 你們電影是沒有在發電啊 跟委員報告一件事情就好 我本來是要在新聞局 辦兩場請行政院所有人跟新聞局來看 可是正要播的時候就八八風災 八八風災過後已經這麼久了 將一話都可以答應我 一個月內內政部所有同仁 全部都要看過 而且還要心得分享 我本來要他兩個月 他說後來他告訴我一個月就好了 他看得太感動太激動 他感觸良多 我拜託新聞局的同仁 除了後面那四個以外其他 大家去看一看 我都要求我辦公室的同仁一定要去看 我還要麻煩你去請馬英九總統看 請吳敦義院長看 請行政院所有各部會的 所有各種各階級的官員都要看 民意代表要看公務人員要看 我覺得很值得 我們來努力 我們來規劃 不行啦 你這樣太柔了啦 不行不行 你的笑色也很好看 但是我覺得真的 你要有拿出一點power出來 像這樣的 如果今天我是你的角色 我看完以後我馬上要求真的是 每個階層的人都要把它當成是功課 而不是一個娛樂或是餘性節目 要把它當成功課 看完以後還必須要心得分享 將心比心 如果我是那個爸爸 我會什麼樣的感想 如果我是那個警察 我應該怎麼做 如果我是立法院裡面的助理 我應該怎麼做 如果我是行政官員 我應該怎麼做 我拜託 你們要推廣好電影 這是一部好電影 也是一部發人深信 能夠做好 民眾的公僕的一部好電影 我們現在不是講求庶民經濟 庶民語言嗎 既然是庶民 這部電影就是叫庶民電影 這叫庶民電影 拜託 真的要看 我下一次再來 我會請教新聞局的同仁 你們去看 你不要告訴我 你去告訴我 隨便問一個 裡面的情節是什麼樣子 我想 我就連抽查的出來 我對這個部分是會要求很嚴謹 我既然說到我就要做到 好 接著我要了解的是 我們這個國家電影中心 現在不 之前不是在台北縣嗎 後來現在呢 現在不知道他會 身處何處 公委報告 其實過去 我必須這麼說 過去的決策 都流於口頭的 可能一下子說台北縣 那也有換了院長之後變成高雄市 那就變成現在鬧雙包 所以我來了之後 包括我們520之後 新聞局 你該不會跑到桃園去吧 我們就 因為說台北縣人 當時他是當縣長 說高雄呢 當時他是當市長 所以這不是很好的一個風氣 因為我們事後證明 有些喔 地點 他真的不是那麼適合 包括他是停車用地 都還沒解決 所以說我們一切要有專業 也不會到南投吧 因為院長是南投人 也不會到桃園 因為副院長是桃園人 你也是桃園人 我想我們不會用這樣的思維 我們真正是在乎 這個電影的長遠的發展 不要讓他未來投資的進去 放了煙火結果變蚊子館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 帶動整個產業鏈的發展 所以說他的位置的區域 跟他附近周邊的環境 跟他可能帶來潛在的一些優勢 我們綜合在評估 那目前來講 的確是 多久會有答案出來 台北市台北縣跟高雄 都是我們評估的方案 台北縣有380多萬人口 將近400萬 也是台北市的大概幾乎是一倍 將近快要兩倍 也是高雄的兩倍 所以你的考慮應該要考慮 人口 台北縣如果說他們能夠突破 相關的土地取得跟周邊環境的改善 對他們絕對是利多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如果這個地方政府 他有心想讓這塊土地 變成對於電影文化推廣有幫助的用地 新聞局不但樂觀其成 而且會全力協助 我想你剛剛所提的這三個地方 一定都會提出一個很好說 我就歡迎你電影中心到這裡來 我非常 這個有利於你們發展的一些政策 我一定會提供給你 但是你必須要去選擇 怎麼樣真正能可長可久 而不是讓它變成今天的煙火 明天的文字館 我想這一點是你要考慮 但是效率效能都要兼顧到 不能考慮太久 如果你考慮太久的話 到未來我想那一種熱度不見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會集幾辦理 謝謝委員 大約什麼時候 新聞局解散前會有結論嗎 一定會 一定會 因為你也不叫新聞局 新聞局不是解散 新聞局是擴大影響力 擴大影響力 後來這樣比較好聽了 不用再解釋 我期待你能夠有具體的一個時效出來 好 謝謝 謝謝委員